我斷定他最后还是会 扭回去 接受协调 因此呢 如果他没有扭回去的话 那当然 看是要吃鸡排的 王来水灾冷静 就是五百分了 好大口气 天内市议员谢龙介 发出继品文 认为赖清德选假的 2020总统大选 最终一定是蔡莱培 请谢龙介赶快准备好 五百分鸡排 你已经准备请客 不会有蔡莱培 谢龙介 赖清德子弟兵林俊仙 杠上谢龙介 捍卫赖清德绝对会选到底 他认为以赖清德的个性 一旦拉弓就绝对会出口 不会绕远路 只为了当副手 更何况民调高的他 对决蔡英文胜算并非没有 对于赖清德投入初选的正当性 独派大佬彭敏敏呛呛 谁说现任是优先的 至于未来是否可能蔡莱培 虽然党内期盼 但也改口说会有杀伤力 不让外界看笑话 党内不少人认为蔡莱可能配不了 但接下来初选协调 就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关键 现在制度走到协调 你就好好的来协调 希望做出有智慧的决定 圆满的结果 我想这是支持者大家的期待 孙创强调会智慧协调 满足所有支持者的期待 但蔡总统此时又赴友邦 拼外交民营党 演你将协调期限往后延 目前已经确定初选时辰会延后8天 就看能不能协调出一招好牌 欢迎讯完 陈言威科 黄明李佳化 台北报道 北报道 中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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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族